公共厕所的门底下为什么都空一节 你们有没有发现 平时我们去的公共厕所 门的底下都是空一节的 其实不只是门的底下 门的上面也是空一节的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是给人偷窥偷拍用的 好家伙 其实公共厕所留空一节的设计 也并非是中国独有 外国同样是有这个设计的 数据表明 美国的厕所门 离地的标准是9英寸 而其他的国家更是达到了12英寸 那么这种公共厕所 为什么都要采用这种上下流空的 非密闭设计呢 之所以采用这个设计 第一个原因就是 方便让外面发现里面的情况 首先上厕所时 只需要往门封底下扫一眼 就可以快速发现 厕所里面有没有人 这样能够有效地避免 推门的时候里面有人的尴尬 其次厕所里面的人 如果有身体健康的突发状况 厕所外的人 通过门底下流空 可以及时发现厕所内部的情况 采取救援 第二个原因就是 可以加快厕所里的空气流通 并且方便厕所清洁 厕所上下有流空设计 可以加快空气流通 可以更好地排掉臭味 同时厕所下面流空 地板就不会有墙面的角 清洁也比较方便 第三个原因就是 上下流空设计 可以节约厕所材料成本 使用上下流空的设计 制作厕所的材料 就可以不用那么多 相应厕所的成本也减少了 最后 公共厕所底下流空的设计 当你忘记带纸巾的时候 可以方便让人通过门底下 给你递纸呀 当然 你要是愿意的话 递个外面进来给你也行 反正门房足够的宽 我是不正经学姐 我懂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